意大利議會將會將曾經擔任三任總理的貝魯斯科尼續出議會 但這位固執的毅曼富翁誓言將會繼續參與政事 意大利參議院星期三進行表決免除被判逃稅的貝魯斯科尼的議員身份 而在星期三貝魯斯科尼對聚集在他的豪華集體外面的支持者說 對民主而言這日是被愛的一日 他還表示雖然自己不再是議員但仍將會參與意大利的政治活動 這位前意大利總理還被指控於一位未成年的妓女 發生性關係以及在擔任總理期間濫用職權 布魯斯科尼堅稱自己是清白格並表示將會提出上訴 布魯斯科尼在參議院擁有忠實的支持者 但圍繞著他享有爭議的改變意大利多黨議會的權力格局 臨時無力而言 10月2,2、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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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奈… entreprene偏見ların痕迷不義也微協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